第二十七集 智取南郡 如今只有拼死一战了 丞相 纵然人可以战 可是马现在已经不行了 云长欺强而不凌弱 恩怨分明 肃重信义 丞相曾有恩于云长 此时应亲自求他放过我们 丞相 现在只有求云长开恩了 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将军别来无恙 关羽奉军师之命 在此等候丞相多时了 我如今兵败示威 还望将军顾念昔日之情 云长啊 关某确实受过丞相的厚恩 但已斩炎梁朱文朝 借白马之围 报答过丞相了 今日岂敢阴私废功 云长 是否还记得过五官斩六将吗 大丈夫以心意为重 何况将军熟读春秋 应盛名大义啊 四三百开 好 驾 将军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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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了 现在还剩下多少人 还剩下三十七人 长相你看 好 完了 这次彻底完了 丞相 曹仁在此饮好多时 快去呀 大到不死了 快去呀 快去呀 大到不死了 快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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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尝相 您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没哭 尝尝 现在难关已过 你为什么要哭啊 我在哭 凤啸啊 倚若凤啸还在 我就不会遭此大败 凤啸啊 哈哈哈 凤啸啊 哈哈 哈哈 我回去后会收拾兵马 再来报仇 这个留在这里 只有紧急时 你才能打开 是 主公 我们缴获了无数马匹 兵器 现在正在清点数量 主公 我们夺得大小战舰 三十余宋 缴获兵器马匹无数 好 好啊 军师真是用兵如神啊 大哥 真痛快 真痛快啊 我从来没有杀得这么痛快啊 军师 我太佩服你了 好 官将军 您可是立了盖世之功 官将军 您为天下除了大害 我们应该远迎庆贺才是啊 我是来请死的 怎么 难道曹操没走花容道吗 不 走了 是我不能让他跑了 那总该有一些斩获吧 一无所获 这样看来一定是官将军念疾旧情 放走了曹操 既然你已经写下军令状 那就只能依法从事 来人 推出去 斩 请军师宽恕 给云长一次机会 让他戴罪立功 请军师开恩啊 军师 云长的确犯了军法 你看 是否能先记下他的过错 以后 让他立功赎罪 那就按主公您的意思办吧 谢军师 赤壁之战刚一结束 周瑜就率领大军乘胜备上 准备一举拿下南军 我奉主公之命前来犒劳大军 那你家主人现在何处 在游江口 孔明也在游江口 是的 你先回去 带我谢过你家主公 我明日再亲自去游江口拜谢 遵命 都督 刘备为何要在游江口屯兵 还不是想夺取南军 哦 我们好不容易才打败曹操 眼下南军唾手可得 他们怎么好意思来捡县城的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来捡县城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只有明天去看了再说 一旦有机会就灭了他们 周瑜以答谢刘备为借口 率军来到游江口 准备刺激消灭刘备 但他还没有见到刘备 就被沿江刘军的气势震住 没敢动手 请 请 刘豫州驻军死地 是想攻夺南军吗 不 听说都督来取南军 我想来助一臂之力 当然如果都督不取 那我就来取 现在南军已是囊中之物 岂有不取之理 都督 曹操让曹仁留守南军 我想必然也会留下诡计 况且曹仁是位猛将 胜负很难说吧 如果我不能取 那就让你来取 那好 紫禁孔明都是这句话的证人 都督 你可别反悔啊 大丈夫一言计输 绝不返回 这样做也公道 应该让东吴先取南军 万一东吴取不了 再让我们出手也不迟啊 好 就这么定了 那就预祝都督早日取得南军 但愿你的住院不是客套 干杯 都督 我有一事不明 想向您请教 你为何要允许刘备去取南军呢 我随手就能够拿下南军 乐得送他的虚假人情 军事 我做梦都想找个安妻之地 如果让周瑜占了南军 我不又是空梦一场 请主公放心 现在尽管让周瑜和曹仁去厮杀 我很快就会让主公您梦想成真 将军 据报周瑜已经率军越过汉江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以蒋钦为先锋 向南军攻来 另一路以甘宁为先锋 攻向伊陵 你马上率军前往伊陵 这样我们就可以构成计较之势 相互增援 是 殿下我们还是坚守为上 不宜出战 末将以为我军新办 应当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请给我五百精兵 让我与吴军决议死战 好 多云 冲刀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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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离岭失手了 曹红将军请求增援 一灵失手 南俊也很难守住 请将军发兵增援夺回一灵 没错 就在曹人准备夺回一灵时 遇到周围的猛狐家人 为何惠灭了南俊 一灵失手 南俊也危在旦夕 现在 该打开丞相的锦囊了 丞相之计 真是绝妙啊 看 那城墙上虽然插着许多军旗 可是没人守城 能看到的只是这些 腰缠包裹的士兵 肯定是要逃跑 想逃 没他们想的那么容易 给我攻城 驾 驾 拿你跑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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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督不必担忧 领土来人 这箭上有毒 只有静养才能康复 绝对不能让都督动怒 一旦动怒的话 伤口就会开裂 终于小儿 你只会放火烧船 这骑马射箭就不在行了 我的箭上有毒 你活不成了 哪里传来的骨伤 正在进行宴席 胡说 定是草兵在寨门前宣让 你们为何按兵不动 据义说 都督必须心平气和的养伤才行 我们想等都督痊愈后再出寨迎战 不行 我既然是吃了国家的俸禄 就应当战死疆场 终于小儿 你活不了几天了 住口 曹人匹夫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接着骂 你们都给我使劲骂 周云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你这个短命鬼 你就准备关他吧 给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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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都没看出来 有几名无军士兵来投降 其中还有两人是被俘的我军士兵 他们说周瑜在阵前箭声蹦裂 一回到营内就乌虎哀哉了 我想他也挺不过今晚 所以没有脱掉盔甲 将军今晚要夜袭勿营吗 没错 好 不好 快撤 快 快 快撤 驾 驾 我军大步被歼 南郡肯定保不住了 我们还是先去襄阳再说吧 都督神机秒算 我们又一次大败曹军 看来我们应该马上去通知刘备和诸葛亮 叫他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庆功宴 都督 对不住了 我奉军师之令 已占了南郡 简直岂有此理 攻城 不夺回南郡 我誓不罢休 都督 南郡恐怕一时拿不下 我们还是先去攻取荆州和襄阳吧 大都督 没必要和他们争一日之长短 好吧 你率兵八千速取襄阳 甘宁也率兵八千速取荆州 然后我们再回来夺取南郡 是 大都督 大都督 张飞占了荆州 襄阳也被关羽占了 什么 诸葛亮用曹仁的兵符 骗出荆州的守军和襄阳的下后盾 要他们去增援南郡 张飞和关羽就趁机占领了荆州 夺取了襄阳 诸葛亮怎么会有曹仁的兵符 掌管曹仁兵符的陈角被诸葛亮俘虏了 兵符自然落到他的手中 呃 大大都督 大都督 许葛亮俘虏 文字幕传�ew混音 说明顽